当市会跟中国所签下这个秘密的核件 MOU让台湾变成中国的一省 当疑似可能是被卖台的话题正在延烧 包括身为国民党中常委廖文龙所说出 原住民杂种 这样的议题也在延烧同时 你看到突然爆出这个议题 这是要盖新闻吗 这是乌贼战术吗 因为邱毅在今天说蔡英文还在领18% 民进党认为这一切是乌贼战术 在今年初蔡英文曾经被爆料说领过18% 不过隔一天蔡英文立刻声明 她即日起放弃 而且时间是在今年1月份 已经是完全结清她的账户了 不过国民党立委邱毅今天说 这表示蔡英文到现在为止 只跟台银结清账户 却没有发文给权序部说要放弃 两年之内随时可以继续忧存 不过权序部在今天却撇清 18%是银行跟个人之间的契约 权序部不晓得有这些规定 民进党也回应蔡英文早就完成结清程序 希望民进党希望国民党不要再抹黑了 今年初被质疑也领18% 当时蔡英文亲上火线 声明账户立即结清 事隔四个月国民党立委邱毅再爆料 说蔡英文的18%账户 根本还没完全关闭 蔡英户头里面要两年没有回存 验证期到了 这个户头才算失效 还要放弃 好 那如果说今天因为两年 事实上已经过了2012的总统大选了 来不及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蔡英文正式发韩文 向权序部申请 邱毅说听军令18%有两个步骤 第一要到台湾银行结清账户 第二还要到权序部发文才算完全停领 只是到底有没有这个规定 连部长张哲成都不太清楚 以前没有人行文给我们过吧 所以我们也说都跟你不知道 对不起 所以行文我们也不会开什么证明之类的 不会 实际上他跟台湾之间 7月吧 但也不应该为了选举造势 而无中生有 胡乱抹黑 那我们这一个部分要求邱毅委员 必须拿出证据 那假如拿不出证据 那就应该要正式的向蔡英文主席道歉 好 谢谢 看公益电影《青春啦啦队》 蔡英文没回应 却看得出脸色不怎么好 18%敏感话题 在蔡英文变成总统参选人后 再被蓝银拿出来冷饭热炒 《三丽新闻》综合报道